大家都知道,美金是世界上通用的貨幣 中國如果想跟其他國家進行貿易 包括買石油、買飛機,一定要用到美金 那中國是怎樣拿到美金的呢? 我們要創造大量產品來賺取美金 那美國又是怎樣拿到美金的呢? 美國只需要開動機器,印美金出來就可以了 印一張綠皮紙,去到全世界都可以使用 美金早年跟黃金掛鉤,現在就跟黃金脫鉤 就靠發債捐來印人紙,想印就印,想法就發 所以美國有很多國債,欠了很多錢 而美國就通過貶值、增值、製造金融危機的方式 讓別人借給美國的錢縮水 譬如說你借出100元美金 這100元美金在借出的時候可以買到一部電視機 但玩的時候呢,可能只夠買一個大火機 這樣美國就是可以在沒有任何產品 沒有任何勞動成本之下去印美金 那其他國家可不可以不用美金呢? 當然不可以啦 美國有強大的軍事實力 你想動美金,美國就先動你 美國已經成為全球歷史上最好戰的一個國家 當然,除了金融,美國還有高端製造 很多人就說中國是世界工廠,沒錯 但之前中國只是做一些中低端製造 賺好微博的利潤 做一些襲衣、玩具等等的產品 而美國呢,出口一架戰鬥機就賺不少了 反觀中國,很多勤勞的中國人離鄉別井 用大量的勞動力只能夠賺取微博的收入 中國創造了大部分的財富 而美國只需要印銀紙就吸走了 美國是現今世界上最頂尖的金融市場 而中國呢,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實體產業 美國就是用金融財技來吸實體產業的血 中國一直自力建設 近年已經大力發展,進軍高端製造 美國就開始害怕,開始抵制,要搞貿易戰 因為中國已經在還他的長角 開始動到他的利益 即使在60年代,那些從戰爭走過來的領導人早就知道 如果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作支撐 即使被你吃得再肥,遲早你都是任人在割 現在日本和韓國正正正正面對這個情況 即使我們不去略奪其他國家的財富 但我們都一定要保住自己所創造的財富 美國想割你一刀就割你一刀 所以中國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 來保證我們所創造的成果 再競爭高端製造業 將屬於我們的利潤,賺回來 一場新冠肺炎疫情 讓大家,讓全世界都認識中國 誰的體制好,誰的體制差 誰優誰劣,不是靠港